Wall for Suburban 這遊戲的特色 就是你會在遊戲裏得到不同的武器 他們都可以共通安裝在每一名角色的手臂上 每一名角色都包含不同的武器 要重演這場面就要收齊角色 這裏有個細心位 收藏的標誌以免在載具模式重複出現 歷節的變形設計是全新的 我都玩過不少的變形玩具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你 它絕對可以給大家新鮮感 而在體型上是略略有修改過 Wall for Suburban 大多的角色 都是空大堅大 腰幼和粗小腿 而在玩具上 力節的肩膀就較小了些 我覺得本來肩膀都大得有點誇張 現在這個比例就反而更加平均 但如果追求一模一樣的玩家 就可能會覺得有點不爽 說到可動 它是中規中矩 由於它由腰到腳底 呈現一個三角形的狀態 寬關節有窄有細 雙腳就好像出現了一個內白字的情況 其實只要把雙腳抹大一點 便會出現正常狀態 這些都是視覺上的問題 在遊戲中的載具真的是這樣的 武器可以收納 但遊戲中不是這樣的 但對於收藏和把彎上 這個設計真的是一流 機械模式相對之下 就多了一個背包 作為栽具模式的車頂 以及前車的蓋位 在原設裏面 那些輪子都是手臂和小腿 都有還原到 在整體的形態上 表達也做到有九成相似 Wall for Saba 除了一款很好玩的遊戲之外 它裏面的機設也很吸引人 喜好這些設定的朋友 就不能夠錯過他們在SS系列上的重生了 今集開箱來到這裏 完結了 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這個小小的動作 立即可以支持到我的頻道 多謝你 下次見